從日下的天 富龍鋼提出 不過先前農委會主委 也不從前 其實點出 富龍鋼有可能在強調 防禮鋼HELP 認證生產鐵圖 甚至都落到無家的果子 從苗梨燕的富龍鋼農民 提到很少篇 尤其一兩年 才開始來著富龍鋼 雖然說 日下富龍鋼大都結結 不過農民才沒有寬度 豐富的利益 到富龍鋼研究順過夜 苗梨燕南庄向農民旺金湯 千年將轉來南庄種富龍鋼 除非吃到富龍鋼有好的發展 某些都經驗給田市溫町 但比富龍鋼品正好三兩度 農民必主委臨重演 和說富龍鋼加斯外甸 農民都主動燒 因為今年富龍鋼種到第三年 算是盛產的一年 所以達到最高峰大概七八萬金 相對於去年來說 大概就增加一點五倍左右了 國會發本農民黨瀉和洋 向富龍鋼瀉出市場的問題 臨重演出國 這個味道要提升農民注意 是告訴大家說 我們現在農民 因為這個生產的面積超大了 那需要做好的產銷的調節 那我們農政單位 不管是跟地方政府 或者跟農民團體 無非就是要一起合力 來幫忙這個農民 所以政府說 苗栗燕 佛龍鋼全燃的面積 用17公元 種產量一千兩百百四六公噸 簽全國種產量 比例某一個 但是農民 去賣 出現買本 收費者 收部分 出買本 總盤上 故事建議農民 同品 在過後來 南章向農民主講 政府會做的農產 中場度 加斯外甸 主要來調整市場的 存衣風 無主要來潛出 將會附附來做過關 無可思考 本農民了解 然後保持就是品質安全這個管控 那盡量減少因為一個品質不好 或是怎樣 造成價格崩跌的現象產生 謝謝